感谢大家收看GOMAX每日财经快讯 今天是1月18号星期二 我是Jeky 早盘已经开始了 欧元对美元汇率是在1.2076附近徘徊 英镑对美元是在1.3580 而个股方面 今天开盘之后 CSL在此前270占助之后 今天是上冲到了271块 依然在270到271块之间上下震荡 中国China50早盘收盘的价格是18608点 目前还没有开盘 黄金价格是依旧在1837美金上下震荡 澳洲200指数是开盘冲高 连续上涨了已经是两个小时 目前冲到了6730点 欧元对美元是在0.7685附近震荡 欧元对人民币依旧没有占到5以上 现在是4.99 比特币价格是36750美金附近 石油方面依旧是小幅震荡 英国运用在54.7美金左右 那么到目前为止 昨天早上 昨天凌晨 那么到今天早上 美国方面也是休假 但是耶伦依旧是发生了 那么耶伦讲了什么话呢 他认为在过去的特朗普时代 特朗普对央行的干预过多 我们在过去特朗普执政的4年时间里 看到耶伦其实是非常的委屈 这样的一位大咖 他在特朗普时代呢 只是被特朗普的推特指手画脚 让耶伦降息 耶伦就要降息 不然的话 特朗普就威胁说美国经济不好 都是耶伦导致的 就是因为影步降息 就是因为美元太强了 所以特朗普时代呢 是以产品输出行为的 像的 就是说企业生产的产品呢 要卖到全世界 就必然要使美元汇率 和美元的本身的价值走低 那么本国汇 这个利率的水平降低 所以呢 耶伦呢 本身是非常不爽的 那么在目前呢 马上 美国的白宫政治 就要进行顺利的平稳过渡交接了 不爽了之后呢 耶伦终于在19号18号 纷纷发声 那么认为呢 美国当前的经济 在特朗普时代呢 出现了一个K型走势 K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 反之呢 没有经济收入 没有资本利得的人呢 是越来生存越来困难 那么在拜登上台之后呢 我认为呢 目前白宫方面呢 还是比较有风险的 这个风险呢 是来自于小局部的摩擦 目前登 这个也不叫登基了 拜登这个上任的时候呢 白宫方面呢 是有两万一千名警卫 这样守护着 以防止特朗普的极端支持者呢 在白宫附近 产生一定的摩擦 而拜登上台之后 对行业 经济行业来讲的话 最受力的 我认为呢 是医药行业 因为开放了整个医药行业的 丁亚权 在特朗普时代呢 否定了奥巴马 当时的一改政策 因此呢 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面 美国医药公司 大型的上市公司 包括辉瑞 包括其他的 一些 尤其是处方药的制药公司 股价都没有上涨 而在中国 天宰黄 或者是云南白药 还有澳洲的CFL 以及其他的医药公司 NAN等等 股价都纷纷创出了新高 所以呢 在未来 我认为 一旦美国方面 开放了处方药的竞价权 对以辉瑞药业为首的 一些大型的科技药业公司 将会迎来股价的爆发期 所以呢 大家可以适当的关注医药行业 因为此前电动车行业呢 股价已经是非常高了 大家进场的话 会有一些恐高 而美元方面呢 美元呢 将会得到一定的支撑 也刚刚也提到 耶伦终于可以发生了 认为呢 K型的经济走势 对美国中长期是不利的 因此呢 短期来讲 美国央行 可能会考虑在未来呢 通过国债的 这样的一个收益率的提升 继续支撑国际资本 对美元的持有和购买 因此美元短期的价格呢 会有一定的程度上的支撑 因此非美货币呢 可能会依旧处于 在本月处于下降的趋势里面 而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呢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并且关注我们的频道 大家如果是有其他的问题呢 也欢迎可以添加 我们的小助手微信 GoMarketsAUR 或者是GoMarketsAU3 在澳洲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我们的办公室 在墨尔本或悉尼的办公室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